2023年即將結束 而回首看向過去這365天的光陰 卓氏也在國際體壇上 留下不少精彩畫面 先是足球界五屆金球獎的超級巨星 Quizan Ronaldo 在年初時正式加入了 沙烏地阿拉伯聯賽 以年薪高達1.7億英鎊的天價合約 正式成為愛納斯球隊的議員 震撼足坦各界 隨後足坦也掀起了 不曉得阿拉伯淘金潮 當中也包含了巴西足球巨星Nemar 接受了兩年1.6億歐元的 天價合約轉正沙國 但是說到巴西足坦的球星 世界上的球迷過多或少 還是會想念起 在2022年12月29號離世的 巴西球王佩雷 因為他在2023年1月份 於家鄉桑托斯下葬 也吸引了上百萬名 當地的足球狂粉來到現場 強耳不捨以及淚水 只為了送他們心中 永遠的足球球王最後一程 至於網坦男子選手的部分 在肺霸退休 拿到受傷休養 並宣布明年會是西班牙蠻牛 最有義務的情況下 2023年的大滿冠賽事 基本上就是屬於 Nova Djokovic的個人秀 除了溫網以外 全年度奧網 霸網以及梅網 通通由他一手包辦 將生涯大滿冠冠冠軍次數 推升到前五古人 也很有可能後無來者的24座 而騰王也是一個人 全年度一支獨秀的 還要看到標速經濟的 F1世界一級防守賽車 Max vs Tabin 延續去年奪冠氣勢 在本年度賽季猛虎出閘 一單季19個分戰冠冠軍 575分的積分毫無懸念 遞交個人在F1世界冠軍車手的2.8 而上個賽季的美國紙籃NBA 也在年中時進行到 總冠軍賽的最高峰 兵強馬裝的丹佛 驚快過關斬將 在天才歐洲常人 江湖人稱小丑的 Nikola Jokic領軍下 系列賽4比1 幾百熱火 奪下隊史第一座NBA總冠軍 Jokic也容焉總冠軍賽MVP 隨後到了休賽期 歐洲球星持續搶眼 而這次輪到Denis Schulte 領軍的德國坦克 他們是成功踢下了 美國隊的夢幻艦隊 並在冠軍站上粉碎塞爾維亞 奪下隊史賽會首冠 最後當然要看到 從世界大賽到休賽季 一路精彩的美國職棒 除了游擊兵 在一片不被看好的情況下 逆風高飛 奪下隊史第一座世界冠軍以外 大谷翔平率贏的日本隊 奪下經典賽冠軍 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隨後來到年底 萬中瞩目的大谷翔平 以及日本強投三本游身 是雙雙宣布和到齊簽約 南貿軍團也展示 神不見底的口袋深度 冰天賽季將以營地艦隊職資 強勢衝擊世界大賽 好 看完國際體壇的年度焦點 就是把鏡頭轉回國內 要來看到圍棋的六合一頒獎典禮 要恭喜亞運金牌 許浩宏再度獲得肯定 由中華職業圍棋協會 還有海峰祈願 在二十八號下午舉辦的 二零二三六合一聯合頒獎典禮 要表揚今年六大賽事的冠亞軍得主 有許多騎士親自出席領獎 包含杭州亞運男子金牌 許浩宏 因為他是今年的六冠王 依舊制霸臺灣棋壇 棋上面可能問題上比較沒那麼大 但有一部分可能是心態上 就是因為去年八冠 所以在今年會比較有點害怕輸棋 就是每一盤棋都有那種必須要贏下來的感覺 圍棋要下很久的話 其實是蠻孤獨的嘛 所以真的是要對圍棋有一定的熱愛 然後有想要完成的目標才有 才比較能一直堅持一下 許浩宏去年榮登八冠王 今年則是獎獲六座冠軍 並在杭州亞運成功摘金 是中華隊時尚第一面圍棋金牌 幫助臺灣圍棋更上層樓 由贊助企業看到曙光 為許浩宏加碼激勵獎金六十萬元 臺灣的圍棋發展日漸興盛 越來越多企業主願意投入資源 讓選手在訓練或是比賽時都能更加專注 拿到加菜金的許浩宏也承諾將繼續贊助 新人王圍棋賽 鼓勵更多年輕後輩在圍棋路上勇敢追夢 我來體育臺採訪報導 好 馬上就要二零二四年 也代表巴黎奧運即將就要登場 為了讓代表團選手更加出色的發揮 體育署將會前往巴黎實地考察 我們一起來了解 隨著二零二三年即將邁入尾聲 也代表距離二零二四巴黎奧運登場 是越來越近 為了協助各代表隊有亮眼成績 體育署將跟中華奧會 國訓中心 運科中心以及培訓隊教練 在明年一月十三號到二十一號 前往巴黎實地考察 率先瞭解當地狀況 除了事先瞭解比賽場館跟選手村狀況 之外本次考察團也會為了成立代表團中繼站 做好準備 到時候才能給予選手跟教練們最豐沛的後勤支援 更加無後顧之憂 全力奮戰 整個資源的部分包括所謂的運動 除了運動心理 運動營養 還有包括所謂的勤收 體能 還有生理的恢復等等的部分 我們已經請國訓中心跟運科中心 做比較相對完整的規劃跟準備這樣子 整個空間的部分 我們已經在巴黎長榮規劃 已經租了四十間的那個部分 那這部分會有相關資源團會做協助 那運科的或者是後勤資源的部分 也會搭配這個來做一個規劃 包括在杭州亞運霸氣拿下金牌的 全級好手林玉婷 以及在游泳奪贏的台灣蝶王王冠宏在內 中華隊目前已經在六個運動項目中 拿下十六席巴黎奧運參賽資格 期盼日後有更多選手達標搶下門票 後勤部隊也會做好萬全準備 讓選手們在世界最高水準的運動殿堂 繳出佳績 YT台采放報導 好哈萊伯特真的非常萌 連續兩場比賽 繳出得分助攻雙十的好表現 當然也寫下一些記錄 而且今天的聯盟還有其他年輕球星 發揮的相當亮眼 對我們也留一點版面來討論一下 Luca還有蟻人Anson Edwards表現 長江後浪推前浪 在人才輩出的NBA世界裡 這樣的道理是在自然不過 但當看到正式步入 三十九歲年紀的LeBron James 還能在這個賽季至今 繳出長均二十五點一分 七點五籃板 七點四助攻的頂級數據 你會懷疑似乎看不到 超越他的新一代球星 不過就在詹黃過生日這天 卻碰上了急於挑戰卓越的 那個年輕人Anthony Edwards 三十一分是蟻人在這場灰狼以兩分差擊退胡人的勝仗中留下的數據 當然以明尼蘇打北大荒化身北大狂 這既佔據西區龍頭的水準 要打贏排在西區第九的胡人理應不成問題 但A1展現出的挑戰心態卻值得所有年輕球員借鏡 同一時間同樣在西區也有另一位年輕人表現很強顏 那就是Luca Dandridge 以三十九分十助攻八籃板 賞給勇士三連敗之後 也獲得了執教Steven Curry Key Thompson一票資深球星的主帥Steve Kerr大力肯定 Steve Kerr pointed this out like he said you went from 34% you're up over 38 now it's a pretty significant jump is there anything that you've been doing different or getting better looks or just what's happening I mean I honestly think I could be way better than that because you know some of the shots I could have made for sure but just trusting it you know I trust is a big big importance in this game I have a confidence and that's it 歐洲金童的美名在這些年來的NBA早就打向名號 但難以置信的是他還在進化 不管是長軍得分 三分命中率 罰球命中率還是助攻 通通都來到生涯六季以來的最高峰 其中九點三次助攻 更是排在聯盟的第三名 只是提到這項數據 還有另一位年輕後衛更值得關注 那就是以十二點八次排行第一的六馬少主 Tiris Halliburton 在這場擊敗尼克的大勝仗中 以二十二分及平對死記錄的二十三次助攻 成為聯盟中第三位連兩場球完成得分助攻雙二十的球員 筆尖兩位名人堂球星John Stockton跟Magic Johnson 不論是用精準妙傳自我介紹的哈利波特 還是堪比進攻萬花筒的Donjitch 又或者是體能跟企圖心兼具的Edwards 三位年輕球星都還不滿25歲 而三人各自在2023年末的最後一場出賽 以出色表現幫助球隊贏球 或許也能作為他們即將在新的一年 接班聯盟看板球星的霸氣宣言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ity Social